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上二刊 啟詞中文 第16話 登陸月球 第一段 我們是美國太空人 阿姆斯特朗 頓號 奧爾德林 和科林斯 句號 一九六九年 七月十六日 九號 我們駕駛 阿波羅十一號 太空船 九號 到月球去探險 句號 這在人類歷史上 可是第一次呢? 感嘆號 第二段 火箭發射 十一分四十秒後 頓號 我們的太空船 就脫離地心吸力 頓號 進入鬼道 句號 沒有聲音 到號 沒有震盪 到號 太空船 就像一隻遠離人世的小鳥 到號 無聲 無聲無色地向上飛 句號 從窗口往下看 到號 地球是個藍色的球體 到號 連綿綿的山蠻 到號 連綿的山蠻 好像龍起的小土堆 到號 廣闊的海洋 只是一個小水池罷了 句號 第三段 升空七十六小時後 頓號 我們距離月球 已經很近了 句號 我們發動小火箭 頓號 使太空船 進入 繞越飛行的軌道 句號 七月二十一日 頓號 我和奧爾德林 駕駛登月艇降落月球 頓號 而科林斯 則駕駛指揮艇 擾越飛行 頓號 準備 隨時 接應我們 句號 句號 第四段 要月球飛行 頓號 遷越飛行一圈 大約要兩小時 頓號 要經過百周和黑夜 頓號 因為月球 的一邊 受太陽光照射 頓號 成鳥八粥 另一邊就七黑一片 句號 第五段 月球上沒有空氣 沒有水 沒有生物 沒有聲音 在鋪滿厚厚塵土的月球表面上 有許多省月和高山 句號 省月有大有小 都市圓圓的 列逢的形狀千奇百怪 句號 山很高 狠狠 最令人驚奇的是 山的顏色竟然是金色的 句號 第六段 月球的引力 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 所以在月球上走動 有一種奇特的感覺 無號 身體輕飄飄的 竇號 可以跳得很高很遠 竇號 可視 可視 要轉身 就沒有那麽容易 竇號 竇號 想停下來也很困難 句號 第七段 我和奧爾德林坐著月球車 竇號 去考察 竇號 攝影 竇號 採集岩石 和土壤的標本 竇號 既興奮 竇號 又忙碌 竇號 在月球上逗留了近一天 句號 最後 竇號 竇號 任務完成了 竇號 我們就登上登月艇 竇號 星空與繞越飛行的指揮艇回合 句號 七月二十四日 竇號 我們安全降落 竇號 返回可愛的地球鳥 竇號 竇號 另一陣衣 凝讀字詞 駕駛 駕駛 百咒 七黑 漆月 竇號 拆閘 那漆月 竇號 標本 逗留 任務 應用字詞 震盪 遠離 無聲無色 連綿 廣闊 距離 接應 千奇百怪 奇特 厚察 網絡 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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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